在今年裡面,我就會先將這個頻道暫停了 Hello,大家好,我是Buzzspoi 我今天這條影片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跟大家說再見 其實在今年裡面都發生了很多事 令到我人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改變 所以在我再三思考之下 在我今天出完這條影片之後 在今年裡面我就會先將這個頻道暫停了 不會再出任何的影片 最快就要等到下月才會再重啟這個頻道 可能有些觀眾就會很傷心 哎呀,沒得見Buzzspoi了,我的生活都不知道怎麼辦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我一定會回來的 我答應大家,明年我就會馬上拍影片給大家看 一定大家7天之後見啦 好,那說就說完了 其實在今年裡面的確發生了很多不同的事 很感謝大家的觀眾在這一年裡面對我的支持 就看我的影片,有觀眾做我的會員 觀眾在我的直播時就道理給我的 很感謝觀眾從我讀書開始搞這個頻道 就陪伴到我現在全職經營這個頻道 一年時間都仍然保持在我身邊 真的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除了感謝觀眾的支持之外 其實家人的支持也是十分重要 對我很大的支持 好啦,那說完這些老土的事情之後 就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一年裡面,我有些什麼是覺得很深刻 很有印象的事 除了分享一些我深刻的事之外 我也很想在大家的見證之下 我就寫一個list 就是讓我下一年去實踐 去努力、去奮鬥、達成的目標 別說那麼多了 立即去看看我們今年發生了什麼 很特別的事啦 好,那我第一樣要分享一下事 當然是我和林梁搬了出來住 其實搬了出來住的這個計劃是很突發的 本來我本來打算拍一個系列 是帶大家去看一些便宜的租盤 給一些想搬出來住的年輕人做一個參考 那我和林梁搬了一下片 看看覺得這間屋好像挺適合我們 那不如我們立即租進去吧 那所以呢,我就租了 為什麼說很突發呢? 那租這個家本來我自己就有這個打算 但是呢,並不是在這一年 可能是在夏年或者再下一年 但是,誰知道這個計劃就提早了兩年 所以真的很突發,很突發 那之後再和林梁拍一條片 去詳細說一下情侶租屋出來住 到底有什麼優缺點 那第二就是我今年近身體驗了 我二十多年來第一次的Cosplay 那原來聖蘭的Cosplay是一件這麼好玩的事 那其實我那天也拍了一些片 那大家一起看看那天發生了什麼事 今天是萬聖節 我們今天要一起Cosplay日本的角色企 K11那裡一起扮鬼扮馬 我們約了早上吃早餐的 大家可以看看前面 多不合群 好人叫你現在吃 我都說了吃完早餐先 然後回家才換衣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他啊,他自己在這裡先換了 換完之後就在這裡自我欣賞 這張鏡頭,哇,我真的漂亮 我好像沒有全身機 很難你才能讓你欣賞 其實他說我盛裝出席 但我想說更早扮鬼 在街上走路那樣 對呀 還沒睡醒 但是你是不是Cosplay這個還沒睡醒的日子 Cosplay了一個不知道風天還是夏天 所以上來風天 對呀,那天說 挺帥的 我覺得他根本是想穿的 你覺得呢? 對,根本就是 我是想穿的 今天很high 你們說他31號才穿 挺失落的 但是你看不到他自我欣賞的樣子 你就是 怎麼這樣 我沒有啦天啊 我只能穿下一個袖子 我剛剛好穿 穿了一個高領的衣服 是你的 哈哈哈哈 因為 因為這領會令到頸子緊張 對呀 對呀 等一時間就是找回自己的衣服 晨早漏漏扮鬼 日早餐都要KOOGIA 沒有人扮的 只有他們兩個 不如你買一把帽子刀 待會去 自我欣賞又在這裡 你看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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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漂亮了 你為什麼不扔掉它 這個 你跑到這裡幹什麼表情 這裡 扔掉 扔掉它 男人說這裡要洩出來 哪裡 這個 對呀 真的要洩出來 你說要扔掉它 我們現在就要去SETTLE 沒有啦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好漂亮 沒有 因為我還沒想到 現在在想自己的美貌 你知不知道醜的 你知不知道自己漂亮 不知道大家今天聖誕節 有沒有裝鬼裝馬過 如果沒有的話 不要緊 下年我們一起再裝鬼裝馬 好那第三個 可能是你們覺得很普通 但我覺得是很特別 很特別的一件事 我要親身拜託大家去看看 大家不要介意我房間這麼亂 因為大家來看的是 登登 這個 但是我終於有自己的衣櫃了 我以前曾經也有一個衣櫃 但是我把它拆掉 拿了一張大的書櫃 但我發覺已經不拿衣櫃了 因為用浪衣架掛著 有些觀眾應該都見過 還有一些摺的衣服 我也是用床底的拖桶就算了 其實搬了房間之後 也有一個屬於我來的大衣櫃 但是這個衣櫃裡面 裝不完我和林林的衣服 因為林林的衣服實在太多了 我們終於買了一個衣櫃 是專門裝我的衣服 去給大家看看我再用電影 嘩 大家看不到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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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有自己的衣櫃去放我自己的衣櫃 我真的很開心 我想哭 這個是我夢寐以求的一個大小小的衣櫃 但是買了這個衣櫃之後 我發現自己不太多衣櫃 不如決定買多點衣櫃 就把這個衣櫃去 第四件事發生在上個星期 我真的深刻得來又覺得WTF 其實上個星期我拍了一條 關於聖誕節一些伏的禮物 去開箱給大家看 但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這條影片被Youtube判定為18禁 我真的拚頭 我估計到內容是完全沒有任邪 或者一些裸露成分的影片 都會有18禁 我連粗口都沒有一句 我就提出新書 過了兩月之後就發電郵告訴我 我們就再三個檢查過 不是18禁 但是這條影片也是黃標 還有另一條影片 我被黃標到覺得不可思議 就是Niu2那條影片 其實很多人都拍過彩爾的影片 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條影片是黃標了 30多萬人看黃標了 哈哈 錢了 上星期那條影片 因為他開始判定為我18禁 我就怕內容上真的會牽涉到這件事 所以我就出了15分鐘 我就把它下架了 因為我怕我真的有問題 那就令到一些看影片的小朋友 就影響到他們了 所以就不好意思大家 希望下一年 Youtube不要經常都黃標我 不要經常18禁我 我真的沒有做過什麼事 我目標的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就說一下我們下年有什麼目標 其實我本來想著有12個目標 每個月就完成一個 我就想了很久 但是我們想到12個這麼多 只想到8個而已 當然啦 第一樣就是最想一起10萬訂閱 因為今年完成不到的事 不要緊 下年繼續完成 因為我覺得10萬訂閱真的是一個理程碑 對我來說 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令到我快點到10萬訂閱 第二樣就是可以成功減肥 我現在已經瘦了一點點了 正在介紹一些食物 希望下年可以減肥成功 減到60kg 希望可以 之後就是露營 我人生沒試過去露營 所以想試一次去露營 之後就是換一部新的電腦 因為現在電腦真的是剪片 我真的疾到傻了 希望下年可以換一部新的iMac 電腦順一點,剪片開心一點 拍片又開心一點 自然就有好片給大家看 希望可以唱到一部大的電腦 一部極一點的iMac 之後就是搞一個觀眾的聚會 經常有觀眾問我 搞不搞Fan Spitting 希望可以搞一個觀眾的聚會 另外就是大家香港人 兩年都沒有做過的 就是去旅行 我希望可以去旅 離開香港放鬆一下 之後就是學會踩滑板 我之前買了一塊滑板 我完全沒有踩過 前陣子我踩第一次覺得 其實踩滑板也蠻好玩 我希望下一年可以學會踩滑板 純熟一點做一些花式出來給大家看 暫時就是可以再上一次電視 之前就上了ViuTV的節目 希望我下年再有機會去上一次電視 這個就是我下這個目標 希望可以每個月就完成一次 那你說為什麼不用多賺錢 買向著10萬訂閱這個目標 其實這個過程同樣會令到我的財富震價 希望可以快點達成10萬訂閱 好,那我現在整個下年的目標 暫時就寫著這麼多 大家拭目以待 希望可以 好啦,那今天分享完 今年的發生過什麼深刻 或者是一些特別的事 也分享下年一些目標 那就不知道大家下年有什麼目標 如果大家今年有什麼深刻的事 或者下年有什麼目標想達成 想分享給我們知道 那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那就預祝大家 新年快樂 下年事事順景 心想事成 好啦,那我們今天這影片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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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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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條片再見 掰掰